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灵修的主题 就是圣灵里的爱 圣灵里的爱 一起看提摩泰前书第1章第6到第7节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伏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所论定的 保罗说有人偏离这些 这个真理的这些 其实就是主指在第5节的时候 里面所讲的有关于爱的这一个事情 许多人在教会里面讲真理 讲教条 甚至是讲爱的 他们中间却没有爱的流露 话语却充满了困绑人的那种律法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有提到说 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伯一样 我若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生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若我们人只光强调要提升知识知识 往往知识会叫人知高知大 若我们光只是讲道知具 就会叫人人心 这个灵性死亡 但若我们强调圣灵里的爱 那么在这圣灵里的爱 就能使基督的生命 涌流在我们的当中 以下我们要来看 从三方面 这一个圣灵里的爱 是一种怎么的爱 第一 圣灵里的爱 是从清洁的心而来的 真爱是清洁的 不是误会的 也不会想要去加害于别人 许多人讲爱 目的都不是要别人得益处的 反而是要去管辖人 要去控制人 第二 圣灵里的爱 是从无愧的良心而来的 换句话来说 真爱是不知识的 许多人讲爱 其实是为了要满足自我 就好像一个人他说 我爱西瓜 其实他拿了西瓜 就把它切了 然后把肉吃 它的种子 他就把它秃掉 然后皮就完全丢进 这个垃圾桶里面 试问一下 他真的很爱西瓜吗 他只爱他自己 他完全摆上的模样 就是他只爱他自己罢了 许多人在爱里受到伤害 也是因为心中充满了自私的爱 第三 圣灵里的爱 是从无伪的良心 或者是无伪的信心而来的 真爱 的的确确只有从上帝而来 唯有当我们眼目转向上帝的时候 承认我们人是不足的时候 欢然领受来自上帝的爱时 我们的生命 才可能被神的爱出摸 所以今天你所传讲的 我所传讲的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 你所讲的爱 是清洁的爱吗 是无愧的爱吗 是无伪的爱吗 那么我们求上帝的圣灵 要监察我们的心 也求上帝的爱再次的浇灌 再次充满你我的心 让我们真正是有圣灵 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 是来自一颗清洁的心 是来自一颗无愧的心 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一个 无伪的信心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上帝 你赐下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为我们沉睡了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鞭伤 让我们流宝血 并且死了第三天 为了我们而复活 神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 原来爱是要有真正的行动的 也求上帝你今天让你的圣灵再次的交换在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当中缺乏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让我们能够再次经历神那复活大人的爱 使我们知道 爱是永不仔细的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爱里面 好让这个永不仔细的爱 可以在我们生命中 推动我们去爱 那些需要被爱的人 所以我们感谢主 愿主你继续的把你的 爱的这个恩赐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赐福我们有一个得胜 再得胜的一天 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Amen 好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你